大家好,欢迎来到绿姐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真实社会事件改编的电影 人到中年的陈勇是一家印度神游的老板 生意惨淡的他还要面临着即将交不起的房租 他还有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父亲住在养老院 一天,隔壁旅店老板带来一个白血病人吕寿裔 吕寿裔想让陈勇帮他去印度带一种叫格列宁的止癌药 因为正版药要三万多,而这个药才两千 陈勇听说是走私便一口拒绝了 老居不死心地留下自己的号码 这时父亲突然发病,刚昂的医药费让陈勇决定冒险一事 来到印度的陈勇,发现这种药的批发价才五百亿瓶 于是便萌生了做中国代理商的念头 可药厂老板却表示,只要可以在一个月内卖出一百瓶 便答应陈勇给他代理权 通过偷渡的手段,陈勇终于将药带了回来 他和老居在医院转悠了好几天 却一瓶也没卖出去 这时老居想到了病友群的群主思慧 他在一家夜店跳钢管舞 而他的女儿也是白血病人 第二天,思慧带来了一大帮群主来见陈勇 在群主们的联系之下 一百瓶药很快就供不应求了 陈勇为了更好地和药厂老板沟通 便跟着老居来到一个教堂 原来这个神父也是白血病患者 他精通英文 最后陈勇说服神父 帮助他们前去印度帮忙 这天一个黄毛抢了三瓶药 陈勇从思慧那里得知 原来黄毛知道自己得了病 因为不想脱离家里便离开了家 陈勇找到黄毛后发现 他将抢来的药都分给了病友 陈勇觉得他可怜 便让他跟着自己卖药 就这样他们组成一个小团体拿下代理权 越做越大 钱越挣越多 陈勇的父亲也做了手术 因为他们的做大触发了正规药公司的利益 他们便报了警 警察局局长让曹警官前去调查 在调查中 曹警官得知这个药真的可以治病 可局长表示 只要是没有入边的药都是假药 这天陈勇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称吃了药进了医院 一番争吵后 家属想起之前图便宜买了一个人的药 这个人就是张长霖 他正在向一帮人宣传他的德国格列宁 原来他是一个假药贩子 卖的都是假药 众人自始大闹会场 打断了受药 警察赶到时张长霖跑了 众人被抓进警察局 还被留了案底 晚上张长霖找到了陈勇 表示自己想要买印度药的渠道 陈勇赶走了张长霖 可是张长霖却报了警 幸好他们及时将药藏起来 才没有被警察找到 可陈勇却陷入了沉思 他怕被抓后判刑 于是便在晚饭时 通知大家自己将渠道 卖给了张长霖 最后大家不欢而散 一年后陈勇开了一家服装厂 这天老吕的媳妇找到他 告诉他张长霖抬高了药价 有人吃不起就报警了 最后张长霖跑了 要被查了 老吕现在已经定危了 医院里的老吕骨瘦如柴 随时都有可能咽气 这时医生来给老吕化疗 在外等候的陈勇 听着老吕一声一声的呐喊 坐立难安 最后陈勇找到神父 让他和药厂老板沟通 却被告知 他已经没有代理权 不能再拿药了 陈勇便决定 亲自去一趟密度 去药店给老吕买药 可这时的老吕已经进入疾变期 只能坐硬上骨髓移植了 陈勇买了药却没能赶回去送给老吕 因为老吕不想再拖垮家庭便自杀了 老吕的死让陈勇决定继续卖药 而药厂老板却说 正规药的公司起诉了药厂 现在已经没有人来买药了 但老板表示 目前还可以提供给陈勇药 回国的陈勇召集了以前的群主 说自己可以给以前吃药的病人重新提供药 而且还是按着进货价卖给病友们的 听到消息的黄毛主动回来帮助陈勇 另一边警察也在抓捕手里有药的病友 在审讯室里病友们都没有供出陈勇 一天陈勇和黄毛在搬运假药时被警察围堵 黄毛为了引开警察开车冲出包围 却出了车祸 药也被查了 病友们没了药救命 而药厂也被关了 想要继续拿药就必须从药店里买 陈勇却不惜自己搭钱买药 私会在网上通知大家有药了 一时间病友们纷纷在网上抢购 分药时陈勇却被抓了 而法院因为他卖药是救人而并非盈利 所以只判了五年 法院判决那天 众多病友前来送刑 这个案子也推动了国内医疗体制改革 生活的残酷远超我们的想象 面对疾病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勤家锻炼身体 自己健康才是家人最大的幸福啊 今天的解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